讓我看看你的最好的冰箱 電梯搭到一半突然卡住 腳底還瞬間淹大水 這段電影才會有的驚悚情節 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奧馬哈真實上演 所以很快就淹到胸口 男子湯尼跟他聲明有人 按了緊急求救鈕 向外求救同時 他也拿起手機錄下這驚險瞬間 隨著受困時間越來越長 水越淹越深 就怕萬一漏電或水的重量過重 造成電梯急速下墜 湯尼室友剛好是大樓維修工 接到求救電話 急班救兵兩人衝到地下室 此時電梯內四人心急如焚 湯尼突然向達里水手上身 客服強力電壓 用力踹開電梯門 戴倫剛好在門外接應 合力扳開電梯門 雖然受困十分鐘後 終於驚險脫困 我沒想到太多了 我只是... 我只是跑進去 對 那不是太多了 那不是太多了 那只是戰鬥 一旦到我的腿 那我就覺得 我可能會死 可怕的電梯受困經驗 這四個人肯定眾生難忘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 按讚 按讚